花400多亿建议做离港主澳大桥不远的跨海大桥 到底值不值 6月16号深中通道完成了交工验收 这个历时七年的世界级跨海鸡群工程 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但与此同时呢 很多1450就坐不住了 说港主澳大桥就花了1200亿 你现在又花400亿修路 纯纯就是浪费 那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两天比阿迪把自己的明星车型仰望U8率先开上了深中通道 并且呢大力宣传预助深中通道成功通车 我不得不说啊 比阿迪作为一家车企 它的格局确实很大 深中通道它远远不是一条路那么简单 从表面上看 深中通道只是一条24公里的跨海公路 平均算下来 每公里造价将近21 这贵不贵 当然贵 比一般的高速公路贵了将近10倍 但它值不值呢 太值了 首先深中通道通车之后 中山到深圳的车程 从一个半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左右 看上去只剩下了一个小时 但如果你在节假日开过广东高速 你就会发现 虎门大桥段是一个地域级的枢纽 那动不动就要堵你三四个小时 为啥呢 因为它承载了珠江口两岸大部分的车流量 而一旦深中通道通车 中山珠海甚至江门湛江去深圳 可以避开虎门大桥 那不仅是中珠受益 虎门大桥的压力也会骤减 甚至整个珠山脚地区的高速网络 都可以提提速 这400多亿 光是缓解珠山脚地区节假日堵车 就已经很划算了 更何况 深中一连接 中山的房价和消费都能收益 而深圳的产业转移 也有了更深的富低 说白了 要想富先修路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之下 400亿能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笔生意真的不要太划算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车之后 讲故事